各位平安 我们要开始马风音灵修道读的第六讲 题目叫做《如何保持是奉初心》 这次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我有一个呼吁 首先我说一说 在两年之前 我和一帮有心的德英姐妹和牧者 开了一间叫传道圣经学院 这间学院基本体制好像一般神学院 不过有几个特点 第一 它是免学费的 你上课是不需要任何费 不单是我们提供宿费 提供善食 那我们在哪里上课? 我们在尖沙咀平安方堂上课 如果你是已婚的 我们都需要要求你留在宿舍 最低限到三天 因为既然想学习了一个传道人 你也要和别人有相处的时刻 有人跟我说一件事 就是说 为什么你开一间神学院呢? 原理就是这样的 我们的神学院有几个特点 其中一个特点是非常少 现在有四个同学而已 但是你也要欣赏我们 因为我们要违痞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背后有一班校董 有一班讲师 他也很用心 原理就是 我们不想辜负了一些 他对神很有心的人 但是因为可能其他 一些经济的缘故 已经令到他不能够 去接受一个神学训练 当然我们也不是随便的 随便收心 其中一个要点 就是一定要考完DSE 另外就很符合我今天所说的 如何保持侍奉初心 首先我们看看 我们怎么看侍奉的 其实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我们回应一下 为什么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主动接受魔鬼的试探呢? 我们知道原来这个世界 已经属于魔鬼 所以耶稣要来到地头开展工作 那你要试一试 看看他合不合资格 所以魔鬼就去试探他了 在魔鬼试探的时候 是有几样的事情 这个都是人世间的情况 所以我选择了约翰一书第二章十节 来到他开启 究竟在耶稣受试探里面 试探什么呢? 大家可以读 因为凡世界上升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 还是从世界来的 我是这样分的 首先我先说眼目的情欲 眼目你看到 你发觉范围很阔 你看到 但你感受不了 所以很远 但这种也可以是情欲 第二 肉体的情欲 你就能享受到 比如你睡觉 想不想睡觉 吃东西想不想睡觉 很好的 这个是你的身体能享受到的 还有灵里面再深入的 因为我们觉得圣经说 一个的骄傲 就是骨里面的一个败坏 所以一个传道者 他一定要通过这些考验 通过这些考验是如何呢? 下面就是这样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 其实是一个选择 世界里面花点花绿 这些东西可不可爱? 那些东西是相当可爱的 但是一个跟从神的人 他要怎样呢? 他就要摆下一些东西 进入去 去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这是一个选择 这个选择 不是选择一次就算了 在耶稣一生的事用里面 这个试探是不断 重重复复出现的 所以第一方面 我们想那些来读的人 来到去有一个选择 就是选择去跟从神 遵行神的旨意 再说多一点 就是这里说 世界上的世界 其上的情绪都会过去的 有什么是永恒呢? 我初读神乐都是 我做这么多东西 有什么去留 有永恒的价值呢? 我自己就选择去跟从神 第二就是看明星这个问题 明星是关乎自己的 我们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 一个去读神的人 需要不需要明星? 其实是需要的 需要好明星 为什么呢? 因为选择的时候 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好明星 先看看圣经 众人都惊讶 以致彼此对文说 这是什么是新道理 他用拳兵吩咐鬼 连鬼也听从调他 这个是令当时很大震撼的 因为耶稣赶了很多鬼 然后圣经里说 耶稣的明星传遍了 加利利四方 让我们看到一件事 其实明星是忠诚的 我时觉得一件事 有人问 牧师为什么你可以负责教会 有一个增长? 其实我有一个秘决 就是死做烂做 死做烂做的时候 人家会看到 人家会尊重你的 人家就来参加教会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自然的 所以耶稣也没有否定明星 但是明星是什么呢? 这是反映动机的问题 这个明星你不要想着 是想出名 你才做一件事 或者做传道 这个是不好的 但是如果你做得好 这个明星是很自然的 反过来说 如果你做一个传道人 以前有一个编民波 有一首歌叫 《献急无名的传道者》 是的 老实说我也很佩服一些人 他去到一些非洲的地方 我最近才遇到一个宣教士 他叫西基内牙 就是去宣教 直直无名的 没有人纪念的 无名无姓的 人家都拖毁了他的 但是 因为他自己的动机 在他世界里面 是专心为神 所以他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有关明星的问题 就是处理自己的动机 第三个需要 在耶稣的时代 在马福音第一章三十节 天晚日落的时候 有人带着一切害病 和被鬼附人来到耶稣跟前 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 你看到也挺有趣的 第一天晚日落 为什么天晚日落 人家放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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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哪里 很多害病的 身体有病的 被鬼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 那你怎么做 不仅是一个两个 四个人 合成的人都来了 可见一件事 哪些人去读神学 就是看到这个世界里面很大需要 没错 很大需要 那么大需要的时候 你怎么做呢 第一方面你去装备自己 第二方面当你出来的时候 就算一个你怎么做都做不完 那我们要学一下耶稣 就是尽量做 做得多少就是多少 不过我想问一问 哪个人愿意去回应神的呼召呢 哪个人看到今天 在这个世界上最缺乏是什么呢 圣经里面说 人饥饿 非因无饼 人饥饿 非因无水 那是缺乏神的话 这个世代里面 就需要有人来去负责这个使命 所以我们的学院叫传道圣经学院 很实际 一方面是传道 另一方面圣经就是讲道 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们看看第四方面 第四方面是怎么看使命 就是当你要回应神的时候 这个人在捉 圣经里面说 刚刚傍晚耶稣医了很多病患者 被鬼附人 次日早晨 天未亮的时候 耶稣去哪里 为耶稣去抗议里面 去祷告 即使说 几忙也好 耶稣都保持 跟天父有一个关系 用今天来说 我们几忙也好 你要透过圣经去认识神 好了 我们再看了 西门华的同便追上去 对耶稣说 耶稣说 有很多人找你 如果我的医生有姑娘 我回到诊所的时候 姑娘说 你医生今天有很多人看症 我就很开心了 对不对 你看看 耶稣有什么反应 耶稣说 我们可以往别处去 到邻近的乡村 我也好在那里传道 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 虽然有很多人 是来吹捧耶稣 不过耶稣没有将自己的脚步 来给那帮人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你就变成了一个被动 相对来说 他捉住他自己的一个目标 目的就是我们出来传道 另外一个例子也是这样的 就是在《马福音》第一章 第四十五节 就说到耶稣一号 一个长大马福音的人 这个人就出去说了 这个已经很震撼了 圣经里面怎么说 耶稣就不能够明明进成 于是耶稣变成 耶稣在抗野那里 你看到一件事 其实耶稣是大医特医的 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 因为耶稣是为传道的事出来 当耶稣没有这样做的时候 众人都从各处来就你他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你就耶稣 你为什么来抗野 你抗野要很辛苦走去 你来抗野是为了听道的 就算求医治也好 你都要付出的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 耶稣是不忘初心 祂出来是传道的 如果有人是间中 令到他的一个目标 偏离了一点 耶稣自己弄正 相对来说 那些人虽然很拥护耶稣 不过耶稣要告诉他们 来我面前的人最重要 不是得医治 不是得讲鬼 最重要的是 你得天国的道理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说到这里 我们有一个呼吁 我们在未来五月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网上的 因为现在原本是疫症 所以我们不能够聚会 有一个陪灵的大会 就是给大家了解我们学院做些什么 当中有黎家卓 他是副院长 他就去广道 另外有一位神学生 他来讲见证 如果你也有心去贪讨 你也读不读神乐 或者你再听我第一次 在四样的东西 是我们最想要的 其实不是我们最想要的 在世代里面 神是最想要的 但是人实在太少 谁像约翰那样 来回应神的呼召呢 所以如果你有负担 请你和我们联络 我们把资料 放在我们YouTube的下面 多谢大家 如果你发觉 以上的信息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你来帮我们传来去 令到很多人都得益 特别如果你知道 有些人是很有心去读神乐 他不知道门路是怎样 或者他可能因为经济的问题 总之他有心 我们就很乐意去栽培他了 愿神赐福给大家 我们下一讲再见 拜拜